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全部下架了 挑起了菜牌 现在全是青菜之类的 核酸检测采样员默默尽手的无名诈实 社区防控政务中拿着喇叭战斗的铁娘子 得知我腿受伤的时候 我有好多我们的居民 有好多我们的居民志愿者送来慰问 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很值得 春运启动保安全 多部门共战40天 自1月14日起 旅客因形成改变需要退票的 点收退票费的时间期限 由原来规定的开车前15天以上 调整为开车前8天以上 温暖举措迎新春 号召务工人员就地过年 已经会同省公信财政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一次性文港流工补贴发放的通知 部署各地尽快出台具体的操作办法 先来关注我省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最新消息 昨天一整天全省市新增确诊病例14例 长春市12例 通话2例 其中2例是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11例是通过对隔离医学观察人员开展 主动检测筛查当中发现的 1月26号 0至24时 全省新增确诊病例14例 长春市12例 通话是2例 其中2例是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11例是通过对隔离医学观察人员开展 主动检测筛查发现 1例是通过对应检进检人员开展 主动检测筛查发现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8例 其中8例是通过对隔离医学观察人员 开展主动检测筛查发现 10例是通过对全员核酸检测主动筛查发现 截至1月26号24时 本次疫情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294例 治愈出院1例 病亡1例 在院治疗292例 长春市84例 通话市204例 松原市4例 其中微重型18例 重型25例 普通型168例 轻型81例 现有无症状感染者83例 目前以上确诊病例 均已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 以上 无症状感染者均已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隔离医学观察 首昂东市刘阔 编辑报道 今天下午 长春市政府召开了长春市第15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在会上 长春市卫健委对核酸检测中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 1月27日下午 长春市召开的发布会上介绍 1月26日0至24时 长春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 截至26日24时 全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5例 累计出院1例 当天发布会上 长春市卫健委还就长春市对非中高风险地区返乡人员有哪些要求进行了详细说明 需要持有三天内的有效的核酸检测的阴性结果 返乡以后还要实行14天的居家的健康检测 在此期间应该是要求不聚集不流动 我们每7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发布会上 长春市卫健委针对目前很多市民都在社区完成了核酸检测 接下来如果去医院看病或者返回外地过年 是否还需要重新进行检测的问题进行了答复 我们采用的是10回1的这么混检的方式 所以说这个结果我们没有子字的检测结果 如果要是说去就医或者是上外地 那么我们应该按照你就医的医院和你去外地的目的地 他们的一个具体要求 那么再来做决定 今天上午通话市召开了疫情防控第14场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通话市疫情防控的最新消息 以及集中隔离点建设和农村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26号0至24时 通话全市新增新冠病毒感染者18例 其中确诊病例1例 无症状感染者17例 记者从通话市第14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通话市从1月25号起开展了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 采取暗户混检方式 确保检测结果更精准 截至1月26号24时 市区累计采集361,927人 已完成检测252,879人 检出无症状感染者10人 消杀重点公共场所2677个 加强重点人群跟踪流调 按照疫情防控规定 实施严格隔离管控措施 启动通话市集中隔离点建设项目 设计建设隔离方舱1186间 总建筑面积4.8万平方米 截至目前 全部隔离方舱已组装完毕 正准备组织相关专家进行验收 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预检分枕和手枕负责制 重点关注近期外地返乡人员中 有发热 干咳 咽痛 嗅觉减退 腹泻等临床症状的患者 加强流行病学史问诊 核酸检测和可疑病例早期识别 尽早发现可疑患者 对可疑患者尽早转诊 实施规范救治 同时积极储备农村防疫物资 做好农产品供应 以满足农村居民生活需求 守王都市孙俏编辑报道 为了应对疫情 通话市动员了各种力量 加入到工作队伍当中 在通话市第三批全员核酸检测的队伍当中 就多了一群 手里拿着酒精消沙瓶 和黄色医疗废物回收袋的工作人员 他们是干嘛的呢 这些人主要是负责 入户采集时的消沙工作 以及医疗废物回收工作 从根本上杜绝入户采集 所产生的二次污染 由于通话市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 采取的是暗户混检方式 所以采集过程要比在固定场所 采集难度更大 每天早晨七点 核酸入户采集卫生员们 就要穿好防护服 和采集团队们一起走家入户了 入户核酸检测的过程当中 严格按照这个消沙的制度 我们在每到这个一户住户的这个 敲门的时候呢 我会进行这个敲门 这会进行消毒 然后会给那个门把手消毒 同时呢 我们每个人都配备着这个 废物医疗大 走的时候我们会带走 为了确保入户核酸检测的安全有效 卫生员们在采集过程中 要执行不少于三次的消沙作业 对所有医务人员接触过的房门 地面开展消沙 严格执行医疗废物回收制度 不允许有任何采集废弃用具流失 从而杜绝入户采集 所产生的二次污染 保障检测安全 守望都市孙翘编辑报道 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 可能每天大家都在互相提醒 咱得尽量少出门 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有工作要做 有事情要办 这外出也是不可避免的 也不可能完全让人家不出来 所以这时候 消沙防疫工作就很重要了 尤其是一些个公共场所 或者是交通工序 你就比如说公交车 来看看咱们长春的公交车做的怎么样 我们了解到为了给乘客提供安全舒适的乘车环境 长春市公交公司也实施了多项保障措施 严抓营运车辆消沙工作 为居民编织公共安全防疫网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长春市原通客运有限公司 那在我身后有工作人员正在对公交车内外 进行全面的消沙工作 我们长春市交通运输局要求公交运营企业 在驾驶员出车前进行测稳 一旦发生质量高的 拒绝上岗 消沙是我们的车辆 早晨溢热之后 我们驾驶员身穿防护服 将车辆封闭 进群防卫消沙 从脚踏板一直到我们扶手 调环等位置进行逐一消沙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除了每天早上首发车需要消沙外 车队还实行营运车辆一圈一消沙 平均每天消沙次数在六次以上 同时车队还成立了查票室 专门为现金清点提供了一个独立空间 派遣4名专职人员身装防护服 定点定时间进行消沙 此外乘客乘车前还需扫描车内的二维码 如老人或者未成年人没有智能手机 需登记个人信息方可乘车 同时乘客还要全程佩戴口罩 做好个人防护 避免与他人亲密接触 首要都是报道 现在要是再说希望营运车辆能够做到让大家安全出行 可不仅仅是交通安全了 也包括防疫安全 除了公共交通工具 大家经常出入的商超饭店 这疫情防控工作也是不能放松的 那为此我们的记者也在今天上午走访了 长治市内的一些餐馆饭店 了解目前餐饮行业在疫情防控方面 做了哪些准备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朝阳区一家商场内的饭店 那我们了解到由于疫情的关系 选择在店内就餐的顾客明显减少 但是为了保障就餐的安全 无论是堂食还是外卖 店家都做好了充足的消杀防疫准备 桌椅还有进门的顾客能接触到的这些环境 开业前后是做了全方位的消杀 营业期间每两小时要做一次消毒 然后我们的全体员工也都经历了核算检测 这样的话为消费者打造一个安全的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接触环境 走访中记者发现 除了常规的扫码测温登记信息之外 工作人员还在店门口放置了可以免费使用的消杀用品 对到店的顾客也建议采取隔桌就餐 使用工勺工快 另外在疫情期间 部分饭店对于菜品的选择也与以往有所不同 我们所有的就是进货的食材 都有工商提供的一个检验证明食材报告 这些是必须有的这些 并且我家的冷冻食材的供应链 在疫情刚出奇时候就全部下架了 调形了菜牌 现在全是青菜之类的 采访中我们还了解到 最近一段时间在店内就餐的顾客明显减少 大部分都会选择到店打包 或者直接由外卖平台配送 因此店家对于外卖骑手及打包的餐品 也做出了严格的防疫措施 对外卖人员 还有打包的员工 都会进行体温的登记 和他的健康防疫状况的一个登记 对外卖这块我们都会有一个 每日对制作人员 包括打包人员 有一个健康 一个体温的监测 并且在顾客点完餐之后 我们会有个软件 订单号直接都发送给顾客 首要都市冯帆名利报道 时尚KC幸福相伴 KC皮草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飞克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海信品质值得信赖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吉利省分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注天气变化 男子报用微信号网上发贴卖假票 一年收发千余件快递 全市票据引起警方怀疑 微信聊天签出制假上线 现场查获假票27万一张 以网络去发贴 中了三楼案 二楼案 吉林警方破获制犯假票案 是网络市金主关注 核酸检测采样员 默默经手的无名战士 手套啊 脸上的N95口罩 宰下来的时候 都会有些痕迹 我们都管它叫最美印痕 感谢这个社区工作者 网络我们 管它老百姓 做出这么大的贡献 社区防控政务中 拿着喇叭战斗的铁娘子 得知我腿受伤的时候 有好多我们的居民 有好多我们的居民志愿者 送来慰问 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很值得 春运启动保安全 多部门供债40天 自于14日起 旅客应形成改变需要退票的 点收退票费的时间期限 由原来规定的 开车前15天以上 调整为开车前8天以上 温暖举措迎新春 号召务工人员就地过年 已经会同省工县财政部门 联合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 一次性文港旅工补贴发送的通知 部署各地 尽快出台具体的操作办法 亲血八卫片 国要亲户血 血好血脑好 本来没有长春万科地产 特约赞直播出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 一些医护人员的艰辛和风险 就算我们不说 相信大家也一定都知道 但同样是在这个战场 还有这样一个队伍 他们一样穿着白色的大褂 一样要与病毒直面交锋 一样是没日没夜的 为抗击疫情而忙碌 他们就是从事核酸检测的采样人员 接下来咱们就通过镜头 去看一看核酸检测员的工作日常 天还被亮 南湖第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李娜 就已经到达了湖边社区 从1月19号开始 这里就是她进行核酸采样的工作假 早期晚时是出入社区的时间 一日三餐也都在社区解决 她那个手都肿了 感觉要回家嗓子 我回家渴得都不行了 全民核酸检测呢 集中在21 22 23 实际上20号下午呢 我们就开始进行了 然后工作呢 基本上就是说 早上8点钟开始啊 然后到晚上10点钟结束 熟悉的穿戴好防护服 护目镜 手套 做好采样区的清洁消毒 忙碌的工作就开始了 就是用来消毒的 我们做一个必须得消毒 然后这个是手套 我们随时可以跟换手套 居民来的时候坐在这里 然后她张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给她进行采样 一天大概这样的采样 你能做多少个呢 只要是居民来了 我们就去做 最多的时候一天一天做过吧 居民都非常配合 做完核酸检测呢 他们都会说 谢谢你们 辛苦了 每次采样前 李娜都会提醒大家不要紧张 采样时她神情专注 最大限度减少 对居民烟布的刺激 为期三天的核酸检测 李娜所在的湖滨社区 共完成了5000余人的采集工作 也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也没有感觉特别恶心 很简单 然后感谢这个社区工作者 为我们广大老百姓 做出这么大的贡献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 是一名普通的核酸检测员的手 上面布满了痕迹 李娜告诉我们 每一位核酸检测采样人员 在结束工作后 他们的双手都是这样的 我们都管它叫最美印痕 手套啊 脸上的N95口罩 栽下来的时候 都会有些痕迹 虽然目前湖滨社区 已经完成了第一轮核酸采集 但李娜告诉我们 抗击疫情 他们时刻做好了 逆行出征的准备 有这样一句话吗 就是说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我很荣幸能够成为 这个负重前行中的一员 只要需要我们 我们就披甲上阵 我们走无旁贷 我们也期待疫情过后 能看到你们防护面具后面 阳光般的笑脸 爽都是新京张亚报道 真不容易 正因为了那句 抗击疫情有两个主要的阵地 一个是医院 而另一个就是社区 董凤超也同样来自社区 他是咱们长春 明达社区的社区书记 在全员核酸检测的当天 他一心都扑在工作上 结果脚下 他空了 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可尽管如此 董凤超依然拄着拐 拿着喇叭 坚守在防疫一线的战场上 镜头里拄着双拐的 是长春市西开区 富明街道 明达社区书记 董凤超 在1月18号 启动全员核酸检测的当天 由于专注落实工作 下楼时 一不小心脚下踏了空 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导致整个右脚踝关节 大笔于磋伤 医生建议说打石膏 建议说休养三周 但是我们工作任务也很大 所以说我就保完石膏之后 就回到社区安排工作 就这样 右脚打着石膏的董凤超 忍住疼痛 走向了抗疫战场 在社区全员核酸检测点 他架着双拐 拿着喇叭 亮呛地在社区内外 组织检测队伍 提醒居民 做好防护 保障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顺利推进 虽然您平时煮着拐杖 是不是挺累的 就是挺吃力的 因为全身力气都得往下按 这几天过来 都已经感觉很灵活 我看你这上面 还有一个护膝是吧 他打石膏的时候 把裤子剪坏了 裤子剪坏了 就露肉这块有点动腿 然后只有我们同事 关系冷的 就给我买了一个护膝 然后就这样 还能保暖 董凤超说 他在社区工作已经8年了 居民都亲切地称他为 小董书记 他说作为一名基层工作人员 坚守岗位是职责 更是一种使命 得知我腿受伤的时候 有好多我们的居民 有好多我们的居民志愿者 送来慰问 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很值得 董凤超向记者介绍 在他们社区管辖范围内 共有四个小区 5159户 1万3000多人 虽然他的右脚不小心受了伤 但在社区工作人员 与志愿者的配合下 依旧顺利地完成了此词 全员核酸检测任务 第一次全员核酸检测 一共历时了 两天零三个小时左右 一共是检测了 辖区居民9095人 第一次核酸检测 现在已经过去四五天了 然后这几天吧 我们就一直在不断地总结 第一次核酸检测的经验 把用过的物资数量进行了一个统计 虽说第一次全员核酸检测任务已经结束 但在明达社区里 每个工作人员依旧处于网络的状态 此时他们正在为日后的疫情防护工作 时刻准备着 在这里他们每个人都是居民的定心丸 在平凡的岗堆上用心坚守 为下去居民筑起一座座坚实堡垒 视网都市报道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给我们带来温暖的 除了像董风超一样 坚守在抗议一线的社区工作者 还有每一个心甘情愿伸出手臂 去奉献爱心的无偿献血者 最近由于气温下降 再加上疫情的影响 长治市中心血栈的血液库存 再次出现了短缺的情况 于是血栈就向社会发出倡议 说希望能招募到更多的无偿献血志愿者 而令人暖心的是 倡议一出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便积极响应 他们纷纷伸出手臂 用爱分暖春城 长城市中心血栈 向社会各界发出 参与无偿献血 缓解京东供血压力的号召之后 今天长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近百名工作人员 走上了踩血车 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捐献热血 响应号召 今天参与无偿献血的爱心团体 是长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在得知长城市中心血栈 血液库存只能暂时满足 临床急诊急救需求的情况后 单位党委发起了挽救行动 中心的年轻人 报名踊跃 在踩血车上 大多都是35岁上下的年轻人 他们中间不乏多次参与 无偿献血的老志愿者 用自己的话讲 平时无偿献血 也是奉献一份爱心 如今特殊时期 捐献热血 则是他们年轻人 义不容辞的责任 据了解 今天共参与无偿献血60人 采血量达到17400毫升 在长城市中心血栈 向社会各界发出倡议之后 不论是团体还是个人 参与无偿献血的热情很高 面对每日大量的临床用血 依旧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陆续的有几家社会团体 正在想要我们的倡议 目前是相对紧张状态 各个学期 我们都希望各位的极其参与 其实很多人都在这场战役当中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例如 研兵大学附属医院 他们采取的方式就是 加强防范 让患者安心就医 从开设网上挂号预约服务 再到建立急诊隔离病区 研兵大学附属医院 用实际行动将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进行到底 在研兵大学附属医院入口处 除了进入医院需要扫码 测温以外 还特别针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 设置了人工通道 通过身份证和医保卡的信息登记 深入排查人员信息和流行病学史 住院方面特别强调的 这些都是核酸阴性的一个准认制度 而且原则上我们是不设陪护的 但是根据患者病情呢 我们可以限制一名陪护 而且要求固定这个陪护人员 每天要求我们的患者和陪护人员呢 配合我们的医务人员进行一个体温 还有相关信息的一个登记 针对急诊和微重症患者 医院还特别增设了急诊隔离缓冲病区 和住院缓冲病区 以保证没有做核酸检测 但急需医疗救治的患者 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同时启动快速核酸检测仪器 三小时左右即可获得检测结果 在我们医院呢 也是已经推行了电话的预约 还有公众号 官网上都可以进行预约挂号 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这种平台 进行预约挂号 在我们的指定的就诊时间 来到我们医院进行就诊 守王都市孙俏编辑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的疫情动态 截至昨天24时 31个省自治区 芝加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本土病例55例 其中黑龙江29例 吉林14例 河北7例 北京4例 上海1例 我们看到黑龙江省海伦市 永复镇的东大村 重发村调整为高风险区 另外还有多个村 被调整为中风险区 经黑龙江省海伦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决定 1月25号起 将永复镇东大村 永复镇重发村调整为高风险区 永复镇思源村 同发村 丰山乡丰庆村 丰山村 丰荣村 福民乡永兴村 轮河镇锦绣家园小区等地 调整为中风险区 昨天 交通运输部印发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 明确提出 除因疫情防控需要或出现其他必须关停的情况外 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应保持开通运营状态 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关闭 此外 在公路服务区 室外广场车辆 实施分区停放 有条件的服务区 应当设置高中风险地区车辆和冷链物流车辆停放专区 工作指南要求 对回收和库存的收费公路通行卡进行消毒处理 收费人员在收发环节 应按要求佩戴口罩和手套等防护用品 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查验 应由专人负责 并做好现场防护 以及查验人员设备消毒工作 守王都市编辑报道 继续关注国内焦点 近期有媒体爆出 一些地方陆续出现了治愈患者 在康复之后再次被测出 核酸病毒呈阳性的消息 那么这样的情况多吗 最重要的是 这样的患者还具有传染性吗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月24号 北京市西城区通报 对于全区113万余人的核酸检测过程中 发现一名人员初筛阳性 西城区随后对该人员复合发现 他是2020年8月经上海入境后诊断的确诊病例 并已经治愈 符合相关规定后 于2020年10月入境 不排除复阳的可能 相关人员及环境样本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组织专家对其进行会诊 除了北京这例可能是复阳的患者 1月24号 山西省福山县也发现一例确诊病例康复后复阳 此外 1月20号 河北秦皇岛发现一例入境患者 出院后隔离期间复阳 1月18号 广东接阳也发现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复阳 事实上 复阳并不是近期才出现的新现象 去年以来 全国已有多个省市区曾通报过治愈后复阳病例 那么这种病治愈后再次核酸阳性的情况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部分新冠病人在出院后的水访中又查出了核酸阳性 出现这种现象有三种可能 第一 核酸检测出现假阴性或假阳性 比如出院前的两次核酸阴性是假阴性 或者水访的核酸阳性结果是假阳性 第二 病毒又重新活跃起来 第三 再次感染 对于第一种情况 通过多部位多次采样 可减少假阴性或假阳性的发生 对于第二种情况 机理还不清楚 有限的研究提示 这种病人的传染性不强 目前还没有观察到造成传播的案例 对于第三种情况 再次感染 其传染性与其他首次感染的病人相似 总体来说 出院病人在水访中 再次出现核酸阳性的比例不高 约在5%以下 男子报用微信号网上发贴卖假票 一年收发签余进快递 全市票据引起警方怀疑 微信聊天 签出制假上线 现场查获假票27万一张 吉林警方破获制犯假票案 守望都是精致关注 春运启动保安全 多部门共战40天 自1月14日起 旅客因行程改变需要退票的 点收退票费的时间期限 由原来规定的开车前15天以上 调整为开车前8天以上 温暖举措迎新春 号召务工人员就地过年 已经会同省工县财政部门 联合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 一次性文港留宫补贴发布的通知 部署各地尽快出台具体的操作办法 请写八卫片 光耀轻控血血好心脑好 移动于5G时代 您身边的智慧营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守望都市 从明天起一年一度的春军 就要开始了 和往年不太一样 受到疫情的影响 相关的管理工作也会有些变化 今天上午 长城市多个涉及到道路 交通运输管理的单位 共同参与了发布会 介绍接下来会采取的措施 1月27号的发布会上介绍 2021年春运将于1月28号开始 3月8号结束 共计40天 目前长城市各个客运站 除了做好日常消沙败 也已经做好了各项应急准备工作 在这个近站测温监控情况 发现一些发热的情况 或者急扫码 扫码是异常的情况的旅客 这时候我们设置了流关时 及时流关处置 同时联系防疫部门 坚决制止和防止疫情 通过运输场站和运输工具 传播扩散 在铁路运输方面 长城站春运期间 预计发送旅客32万人 日均0.8万人 目前长城发往各方向旅客列车 均有剩余车票 为减少感染风险 拉大旅客兼聚 长城站暂停发售 无作息车票 为了配合各地政府 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 避免重复购票 退票给旅客带来不便 自1月14日起 旅客因形成改变需要退票的 免收退票费的时间期限 由原来规定的开车前15天以上 调整为开车前8天以上 这个还当日 在截至期间 城区内部保障上 长城市城市管理局 开始了全面消杀 确保城市清洁 这些天呢 这个定用白天 这么实际上 它的消杀时间呢 也就是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那么我们改装了一下 我们的这个清扫 包括这些喷林装备 还有一些机械设施 机械能上的上 机械上不去的 我们人工 每个城区开发区的 这个防卫队伍 全员上路 进行全方位的消杀 特殊的春运 会有一些特殊的政策 坐飞机也有 民航局也推出了 这么一项举措 咱们知道坐飞机 如果要退票 或者是改期的话 会收一部分钱 但是从今天零时起 购买1月28号到3月8号 春节期间机票的旅客 可以办理免费退票 或者至少一次改期 根据民航局春运期间 机票退改工资的要求 协助旅客更好的 安排出行计划 春运期间 南航客票的退改规则如下 凡在2021年1月27日 零时前购买的 南航实际乘运航班 或使用CZ航班号的 代码共享航班 成绩日期为 2021年1月28日 至2021年3月8日的 784开头客票 在客票适用范围内 符合以下情形的 可回原出票地 渠道或联系南航办理 免费退票或免费变更一次 本通知规则 自2021年1月27日 零时起生效 符合本通知 适用范围的客票 在2021年1月27日 零时前 已申请退票 或改期的旅客 不适用本通知 南航提醒 为了您能更顺利的 办理免费退改 请您务必在 航班起飞前 致电南航客服 取消预定座位 同时您在出行前 务必及时了解 始发地 及目的地的防疫政策 做好出行安排 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守王都市张言 于峰报道 应对疫情 最好的办法 就是减少走动 不管是短途还是长途 那昨天 我们的节目中 也报道了 吉林省人社厅 吉林省民政厅等 七部门 联合印发了通知 通过多项措施 鼓励引导物光人员 就地过年 今天记者也来到了 省人社厅 为大家了解具体的内容 为了减少人员流动 带来的防控风险 吉林省人社厅制定了多项措施 引导支持重点工业企业 文港流工 其中 广受大家关注的其中一项 就是发放一次性文港流工补贴 对春节期间连续生产 且2021一季度 工业总产值不低于5000万元 且与2019同期相比 增长6%以上的重点工业企业 按照省外户籍员工 每人不超过300元标准 给予企业一次性文港流工补贴 每户企业最高30万元 鼓励企业自行匹配资金 提高发放标准 日前我们省人社厅 已经会同省工信财政部门 联合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 一次性文港流工补贴发放的通知 部署各地 尽快出台具体的操作办法 通过多种形式 广泛的进行宣传发动 提高政策的知晓度 确保重点工业企业 和外省市员工 能够按规定享受到不提政策 同时 吉林省人社厅鼓励引导企业 针对疫情防控期间 生产经营等实际情况 与职工协商 确定错峰放假和调修计划 妥善处置职工工作时间 和休息休假等问题 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稳定就业岗位 另外 线上线下持续不间断组织开展 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 分行业 分岗位 举办特色专场 为企业和劳动者 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提供政策宣传 岗位规及发布 人岗精准对接 职业指导 权益保护等多样化就业服务 首昂都市 英杰 鹏飞报道 春节临近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也发布了关于春节修饰的公告 在春节修饰这10天 除了极开型彩票之外 其他的各类彩票就休年假 具体情况来看今天的便民发布台 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发布关于2021年 体育彩票市场春节修饰的公告 体育彩票2021年春节修饰时间 为2021年2月9号零点 至2月18号24点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中良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在过去的一年中 分别向春运返程高峰期间 坚守在机场 火车站 高速口等 交通枢纽登记测温的志愿者 长春市六家医院 吉林市两家医院 及防疫部门一线医务工作者 等奋斗在一线的工作人员 捐赠了数以万计的饮品 今年在吉林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关键阶段 企业再次进行了饮品捐赠 尽企业所能及一线所需 累计向吉林省八家定点救治医院 107个全员核酸检测点 捐赠了42,000瓶纯月水 及可口可乐等系列饮品 助力一线战役工作者的 安全营水保障 为全省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近日长春市静越开发区 管委会发布通知 静越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 计划于近期搬签新纸 预计2月1号暂停办理业务 咨询电话0431-8521-3531 守望都市编辑报道 最近在吉林市落马湖的冰面上 一位退休的美术老师 经过多天的努力 完成了一头浴室吉祥的冰牛 他也用这个作品迎接牛年 来到吉林市的落马湖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头 栩栩如生的大冰牛 此时一名60多岁的退休教师 正在用血修补大牛的牛角 使其更加坚固 这一头牛 牛年吉祥吗 现在是不属于这个雪雕 它属于半冰半雪的情况 一浇上水 按照刘庆武的说法 他所制作的不是冰雕 也不属于雪雕 而是雪素 总共花了五天的时间 有很多人帮忙才顺利完成 记者看到这头大冰牛长4.5米 高2.6米 与真牛大小相近 各个部位结构合理 尤其是牛身上的肌肉线条 在刘庆武的精心标客下 显得云颤自然 整了好天了 挺好的 挺漂亮 出头很漂亮 推特就是 发送出品确实雕 更好的 有岁壮尽 ствен继便 林立川 ayo 每年的这个时间正是长春冬季农播会的不展阶段 但是受到疫情影响 今年的冬季农播会将暂停线下的活动 但首届长春云上冬季农播会新春购物节将会在1月29号开始 大家可以通过电脑或者是手机端 线上逛农播 同时还可以网上买年货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农业博烈园 以往这个时间段正是农播园准备冬季农播会不展而作为忙碌的时刻 但是为了做好疫情防空工作 目前冬季农播会还处在一个暂停的状态 如果说您宅在家里还是想看看农播园的美景的话 千万不要失望 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云上逛农播园 我们所有的市民可以通过PC端和手机端 通过威压实景的方式观看农牧园的每一个景观小品 宅在家里就可以云上看农播 看看我们冬季的布加勒文石 布加勒文石里面就是这样子 云上农播的威压全景 可以看到我们夏季农播会 整个农播会的一个盛况 比如说我们巨型南瓜 西瓜 花卉苗木园 我们整个六万的现代农业的一些蔬菜种植技术 一些珍奇动物 鱼管 一些鱼类 还有水母之类的 除了一站式欣赏农牧园的特色景观小品 市民朋友还可以通过线上同步举行的 新春年货购物节 置办年货 我们每日选起十样 就是咱们适合春节购买的一些年货 然后以最低的价格 然后进行线上的销售 我们农牧园自产的业类菜 就大概十个品种 我们1月22号开始 就开始预定到2月3号 在这个期间 我们在2月4号到2月10号之间 大家可以选择配送的日期 统一集中发货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登陆长春农业博览员的官方网站 或者通过手机 关注长春农业博览员 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活动 爽文都市 王磊 海军报答 除了冬季农播会 欢迎大家来关注 2021都市频道 月亮湖东部年货大集 包括春节餐桌上 必不可少的有机 胖透鱼等等 通过都市频道 都市首选来选购 全省包邮 一听我这个直播带货 就不太熟练 所以大家有兴趣 想要选购或者咨询的话 拨打电话 0431-963-890 963-890 记住 好 休息一下 稍后见 男子报用微信号 网上发贴 卖假票 一年收发 千余件快递 全市票据 引起警方怀疑 微信聊天 签出制假上限 现场查获假票 27万一张 一广播去发贴 赚了三十多万 二十多万 吉林警方 获获制犯假票案 首网都是精致关注 清血包围片 国药清货血血好 性脑好 本来密尤长出万科地产 特约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首网都市 说新闻之前 要先给咱们 吉林铁路警方点个赞 因为他们案子 破得太及时了 否则快过年了 真的不知道 要有多少回家 过年的朋友 上当受骗 怎么回事 我们看到最近 咱们吉林铁路警方 是连续破获了 两起制犯假票案 当场查获了各类 假票共计27万余张 而且还收缴了 多台制假设备 成功捣毁了 这个盘踞在吉林地区 但是却供销全国的 制犯假票窝点 2021年1月初 吉林铁路警方通过侦查发现 有一微信号码 频繁在网上发布 售卖火车票和各类 发票的信息 有制犯假票嫌疑 于是成立专案组 开展侦办工作 很快便锁定了 一微信号的幕后 使用者庄某 经调查发现 近一年来 庄某编造 贸用童某的微信号码 先后使用多个电话号码 收发快递1401件 且其发送快递的品名 全部为文件票据类 1月14日 专案组在确定了 庄某居住的具体位置后 决定对其实施抓捕 14日 侦察员在吉林市一小区内 将其抓获 民警在其家中 当场查获空白火车票板7张 及4万余张假出租车发票 假餐饮服务业发票 以及用于制假的两部手机 台式电脑 打印机等假票制作设备 经询问庄某承认 自2020年1月份以来 其通过购买空白假票板 自行加工制票后 由网络销售的方式 累计非法获利达7万余元 在对嫌疑人庄某 手机交易记录进行检查时 发现其微信好友 银某与庄某的通讯中 多次提及车票发票等相关信息 且二人交易频繁 极有可能是 假货成品假火车票 假飞机票 假出租车发票 假餐饮服务业发票 共计23万余张 空白火车票 691张 林某对于其制犯假票的违法行为 公认不计 目前庄某银某二人已被依法 在头内浑身被冻的一直在发抖 据附近的居民说 这人应该是后半夜失足掉进沟里的 还没有带手机 联系不上家人 直到早晨有人经过才发现他 因为沟太深 男子被冻的不能自主行动 救援员只好携带多功能担架下坑救援 再将盖男子固定在担架上后 岸上的救援人员放下了梯子 上下一起使劲 将盖男子拉了上来 随后被120急救车送往医院 双都市易阳连续报道 没想到的还有下面这位深圳的家长 深圳的豆豆今年才一岁 这小朋友好奇呀 把家人买回来的清洁剂就放进了嘴里 结果脏器受损严重 目前已经住进了ICU 前段时间的一天晚上啊 吃过晚饭之后 家人正忙着收拾 就听到豆豆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 他是有糊嘛 当时就是嘴巴有点烧伤了嘛 烧伤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吃的是什么 知道吧 因为是他爸爸买的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 家人尝试帮豆豆把吃下去的东西掏出来 可是豆豆嘴里却开始流血 把孩子送到医院之后 家长才想起上次家里马桶堵塞 买了罐烧减通下水道 还没用完便随手放在了床底下 孩子吃下去的很可能就是烧减 孩子的整个口唇以及周围都是一个 重度的这个烧伤和糜烂 那么整个皮肤都发黑了 孩子的就说他的因为口腔呢 包括我们的七道口都有灼伤 而且有进入肺里边 所以呼吸很困难 那个血量保护都也围不住 有明显的这种呼吸衰竭的表现了 经过抢救 豆豆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是呢 由于七道损伤 肺出血 肺水肿 口腔黏膜严重灼伤 他仍需要在ICU接受治疗 最终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 豆豆出院终于回家 不过豆豆还需要通过胃管进食 定期到医院随访 食道的黏膜还是有烧伤的弥烂 这个就需要我们在之后呢 可能要动态随访 因为它很有可能将来会形成一些斑痕 造成食道的狭窄 影响着孩子长大以后的进食 这个是我们将来随访的 同样关乎儿童安全 幸好下面这两孩子啊 遇到了热心厂的外卖小哥 送餐之余呢 还给人家长看孩子怎么回事呢 监控视频显示 当天晚上八点多 一个四五岁大的女孩 拉着一个小男孩 在柳州市胜利利交桥下的 飞机动车道上来回穿梭 接着两个人又走到了 雀山公园门口附近 利交桥下面的扎道下 蹦蹦跳跳横穿马路 此时一名外卖小哥经过 发现了这两个小朋友 用他自己开那个送外卖的电动车 停到旅程间把那个车流拦住 然后再快速地把两个小孩 引到旅堂回去 因为年纪太小 孩子说不清楚具体的家庭地址 和父母的信息 只说是在二桥头附近 于是民警带着他们一路寻找 终于在胜利动路二运宿舍 找到了孩子的家 而此时家长还不知道 俩孩子溜出家门 都走了那么远了 据了解 姐姐叫小月 今年五岁 当天晚上带着表弟到楼下玩 玩了一会儿 小月想带表弟去大润发玩 两人便蹦蹦跳跳 离开了小区 没想到迷路了 幸亏遇上了热心肠的外卖小哥 民警提醒寒假到来 家长要照看好孩子 刚才的新闻需要家长上心 而接下来新闻需要读研的学生 善点心 最近的一则关于河海大学 清退上百名研究生的公告 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因没有在学校规定的年纪内 取得学位并毕业 河海大学发布公告 对125名博士研究生予以退学处理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这也是有据课查以来 我国高校公开清退博士生 数量较多 力度较大的一次 1月22号 河海大学研究生院 发布了上述清退公告 从其发本的名称 河海大学关于博士研究生 退学处理决定的公告 第一批来看 名单中的125名博士研究生 为首批被清退的人员 预计后续还会有第二批 河海大学在公告中还提到 因复建名单中的同学难以联系 退学决定书无法直接送达 故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满10日即适为送达 预期适为放弃申诉权利 其实高校清退研究生并非个理 这两年 国内高校加大力度 纷纷清退 延期毕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 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山大学 东北大学等不少知名院校 都相继发布过清退研究生的公告 先后清退了数百名超期研究生 而国内多所学校的这一举动 也释放出了明确信号 严禁严出 已经成为研究生教育的常态 直报混章文凭的同学该醒醒了 爽都市编辑报道 接下来国内教练 我们要继续关注山东七峡 惊慌爆炸事故的进展 目前被困的22名矿工中 有11人生还 10人遇难 最后一名矿工还在搜寻之中 而获救的矿工 目前都已经转送到医院接受治疗 部分矿工也向记者 讲述了被困警下的细节 在七峡市人民医院 获救矿工王师傅 已经能下床走路 也恢复了正常饮食 王师傅说 1月17号下午3号救生孔打通后 第一个井下敲击钻杆 发出回应的就是他 因为当时他的体力最好 王师傅回忆 1月10号下午发生了两次爆炸 当发现无法从原有的回风井井桶出去之后 他和其他几名矿工就一直在五中段待着 由于井下没有食物 所以只靠喝井下的水为治生命 1月17号3号救生孔打通之后 当天晚上地面上的救援人员通过救生孔 投送了一些急养下去 也有纸和笔 井下的矿工就写下了当时井下的情况 随后几天 他们一直在等待救援的通知 直到1月24号中午 井桶打通后 大家开始陆续升警 那就和人重生感觉一样 我觉得那就是从前高明第二次生命 我感觉就我是现在就是有重生的感觉 是第一批 因为我头部有伤 实际上井下我们这货救人员风格都挺高的 先紧着说随手大的受伤的伤 目前11名升警矿工都已经得到很好的医疗救治 每名矿工配备一个医疗小组并实行特户 做好医疗救助和心理疏导工作 首望都是报道 中国人民保险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持续极寒天气 零下30度开启冰冻模式 天然冰箱 锅水成冰 户外作业却困难重重 解冻方法已经解决不了了 我就被冻坏 这冻了 离这门口太近了 冻上来就不好跳 整理员有30多 电力 热力 环卫 水物 快递 燃气 比喻极寒 保障民生 人民百姓需要 我们是没有严寒 我们也会更加的努力 守望都市致敬严寒中的你 清血八卫片 国要清空血血好 现脑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最后来看一下咱们微信平台的留言 大家聊的也都是跟疫情有关 有人说 我现在每天最准时的 就是看各种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真是希望疫情快快结束 我们的城市快快好起来 说到疫情 网友嘉一炳说 明显感觉到现在路上的车少了 看车里的人也少了 还是喜欢热热闹闹的城市 确实是这样 毕竟这个不属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常态 还有人说现在管控都挺严格的 在单位基本人人都戴好口罩 保护自己 也为了他人的安全着想 网友小小说 自从有疫情之后 就没在外面吃过饭 能在家吃就在家吃 因为他担心外面不安全 觉得家里是最安全的 对 所以有人就说了 大家还是尽量宅在家里 我们单位已经开始弹性办公了 减少外出 这是控制疫情传播最有效的方式 说到单位 网友露露就说 现在管控都挺严格的 你看现在单位 基本人人都戴好口罩 保护自己 也是为了他人安全着想 也希望大家都做好防护 稍后经典剧场将为您播出的是 年代大戏 情满丝和热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明天晚上再见吧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